OK,這個是真空空灌機教學視頻 首先呢,先接器 加器 接完器以後再接電 OK,接完電以後呢,這個是真空泵 它這個是通過航空架連接的 然後真空泵使用之前要加真空油 那這裡有一個漏斗跟油 不然的話,泵不能夠乾燒的 那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加,有開就可以了 然後輸送袋 那這個是B充袋 右手邊的 左手邊的這個應該就是 AZ彈 裝的時候沒裝錯了 OK,裝完用機器實際上就可以直接用了 然後呢,這個是 氣壓表,這個是也可以壓力調節 也可以是觀測 觀測到這個壓力 壓力不穩定的話 那機器封關也會不穩定 OK 然後現在我們介紹一下機器的一個基本結構 首先呢,這個就是藍瓶,藍瓶氣缸 下壓藍瓶 然後呢,這個就是感應光電 就是瓶子到了這裡 它就自動感應 感應的話,它才會有工作 然後這裡是蓋子 自動下蓋 然後呢,這裡還有一個光電感測 這個光電的作用就是說 如果瓶子沒有蓋子 它是機器會沒動作,會停機的 然後呢,這些氣缸就是 這是夾瓶氣缸 用夾瓶子推過去 然後呢,這個是 空道輪 這是一道 這個是二道 二道 扎蓋輪 有寫 這個是真空表 表 就是抽真空的時候 就看這個表 那這個是壓力表 OK 然後呢,這個是一個閥門 就控制那個真空管道的閥門 這個是電器 那基本上 機器就這些基本東西 然後現在我們去 這樣就好 那 這個呢就是 我們說的手動頁面 手動頁面的話 基本上每一個功能都能夠 都能夠那個 去扁動操作的 這個是真空碰 那 碰就啟動了 這個我們去聲音的 那這是真空閥 那 閥門也是有動作的 啊 這個是 蛋器閥 就是說充蛋的時候才用得上 那 聽到聲音沒有 聽到聲音就真的沒有動作 OK 這個擋罐 OK 擋罐就這個位置了 看到沒有 那這個就是擋罐 然後呢 這是風罐電機 就是大彈電機 可以 那點動的話它就啟動了 那這個是一道輪 那就是這個一道輪 再按一下它就出來了 OK 這個是密封筒 那密封筒就是這個罩子 拿下來了 按的時候就上來 再按一下就下來了 OK 然後呢這個是夾罐 這個是夾罐 這個是夾罐 就是這個 啊 這是夾罐 OK 然後這個就是下蓋 下蓋就顧名思義 按一下這蓋子掉一個下來 這個我就不按了 然後這個就是輸送帶 啊 這個下面是輸送帶 啊 這是二道輪 二道輪跟一道輪相對的 啊 扣爬不用管它 送罐的話是指這個 夾蓋這裡直接送過去 這叫送罐 OK 那基本上 都清楚了 然後我們就直接 開這個自動運行 點擊它就直接自動 嗯 不用做了 那 啟動啊 直接啟動 那就